歡迎收看一師好辣 一師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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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今天三位特大丁 恭喜我們林安出寫真書 林佳女孩 還沒看到書嗎 對 因為現在就是要麻煩各位 因為我要就是數位的 有破一千才可以出十題 這樣子啊 對 而且你來對地方了 白哥是木製達人 沒有錯 而且今天是我第一個 就是電視宣傳的節目 是喔 對 很有榮證 好啦 不囉嗦 紅掌十本 你看 你什麼十本 你去上別的節目看 有沒有主持人會這樣起來 你找不到的 不可能 東哥 東哥不自助一下 什麼東西 白哥十本 那你呢 那我的等級 一百二兩分 一百 我們的Mabel 我要拉出來 要拉出來 差距要拉出來 你覺得是有落差 因為他發表我們就難看了 對 對 好給前輩難看 那就是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目前已經在各大的數位平台 童吳在下面這邊有 可能伯克萊雅 樂天 獨冊 很多可以在我的粉絲團或IG再來看 那你隨便一千很容易啊 對 我不知道 算了我那十本就算了 十本要拉 但內容應該比這張照片更精彩吧 這尺度滿大的其實 對 零尺度 有近乎全落 近乎 近乎 再加十本 十個二十了 我出去辦的日子比較快 好不好 支持 支持 先恭喜 大家你知道根據健保署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 門診的人數中前大原因三個 前三大原因 食道 胃 十二指腸疾病 這都吃的問題 對 由此可是 腸胃道的問題 真的是困擾很多人 沒有應該講 我說現在大家應該講 我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 對不對 大家的環境越來越好 所以這吃就百無禁忌 當然腸胃道問題應該是最直接的 是 所以今天我們又要來答題熱 好啦 對 我們今天一樣 我們有一定會答對 還有我們的拉莫厲害隊 好啦 那我就派你出去了 那因為張立東你看就是來鬧的 我沒有 所以我給你領安好了 我知道很多腸胃的小知識 真的嗎 隱私的我也知道 那你看起來就身體也不好 我給你 我給你 我問你一個 好 大家都知道吃飯的時候 要慢慢吃對不對 對 要提倡 對 但其實白飯你在嘴巴裡面 不能吃太久 是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吃太久會容易 飯太碎 不要理他了 誰還在跟你講 飯會太碎了 你說了 是不是選對 你還沒講我就知道 你要有什麼苦梗 對啊 好不好 那我們馬上來進行我們的 第一趴 一起 乃 乃 乃選吧 好不好 來喔 注意喔 要搶機 來 第一題來 請出題 小奶有為食道逆流的困擾 請問下列 哪個舒緩為食道逆流的方法是錯的 一 喝不喝水 二 喝小蘇打水 三 喝薑茶 你知道 你懂不懂臉香奇遇啊 林安 林安她搶得快 問題她沒抓到 沒抓到耶 我猜好了 用猜的啊 這你隨便看就知道了 真的嗎 我覺得是薑茶耶 為什麼 好 因為 蘇打水跟薄荷都比較是舒緩的 對不對 舒緩的 然後我覺得薑茶是熱的 你們覺得是山就對了 對 我覺得是山 看我們這生病達人來講一下 沒有啦 因為我會食道逆流的是期待 因為我們之前 剛出道都是出外景 然後外景都是五六點要起床 乃哥可能不知道 因為那是你早期的事 你後來有錢就不出外景 對 我現在是年紀到了 五六點也會起床 因為早上起來 你一定是超級沒精神的 對 所以你的救世主就是咖啡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剛出道 因為有一些前輩 比如說他會請咖啡 然後我們一定要喝 然後我們就喝喝 就養成習慣了 本來一天一杯 後來兩杯 然後後來早上一杯 中午一杯 下午茶還要一杯 天啊 一天要三杯 你不要錢就這樣子猛喝 不是 後來有自己付錢 後輩的有 然後後來喝到後面 有一天我就發現外景到一半 突然打一個格而已 那個就很明顯感覺到 胃酸上來 到你的嘴巴這邊 然後你就感覺到那股灼熱感 就不舒服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這次都胃食道逆流 他開始問我就是喝幾杯 我說一天要喝到三杯 他說你這樣不行 然後他就開給我一些胃乳 怎麼樣 然後他說你這個 要治根本的方式 還是就是 把咖啡給戒掉 或者是你要吃飽飯 再喝一杯 好 我們這一題看看 你選的是三 來 我們看蕭醫師 來 這一題答三 江茶是錯的 你看搶帶也沒用吧 搶帶也沒用吧 你們覺得呢 那贏白有賽事法 我直覺剛剛是想選破核水 錯 是錯的 你想選一是不是 你選破核就對了 來 蕭醫師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1 1 為什麼答案是1 事實上胃食道逆流 最重要是酸 酸本來是呆在胃裡面的 是 它怎麼會跑到食道來 問題就在中間 胃跟食道的擴躍肌 當你吃到薄荷的時候 那這個擴躍肌會鬆開 這樣子喔 對 鬆開的時候 酸當然就跑上來了 所以第一個答案 吃薄荷是會加重的 會變嚴重了 至於說第二個小蘇打水 因為它是弱鹼性的東西 你當有胃酸上來 你稍微吃小蘇打水 剛好中和一下 分鹼中和 所以可以緩解 至於第三個那個薑 薑茶 薑我們一般在中藥上 薑食用來是來止吐的 它有很特別的作用 它可以把這個 是喔 對 所以一關緊的時候 剛好就可以阻止這個 胃食道逆流 所以可以紓緩就對了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我們在看說 它會不會造成胃食道逆流 非常重要是看 它對這個擴躍肌的作用 是怎麼樣 那最近有一個60歲的病人 他大概五個月前 就去做過胃鏡了 做過胃鏡以後 他就吃了很好的胃藥 叫PPI 他就可以把那胃酸降低 可是他還是覺得不太舒服 那到了前一個月又做一次 又做一次以後 他還是覺得不舒服 那後來輾轉 就是轉到門診來 那我們看一看 聽他講話就是 這個老師看起來是 比較容易緊張的人 原來他是胃扯到逆流 但是是合併一個 自律神經失調 那為什麼會 胃扯到逆流 扯到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們從嘴巴吞東西下去到胃 胃蠕動到十二指腸 這是一個自然的一個反射 是 那反射這種動作 是誰在控制 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 所以這個老師 後來給他一點自律神經的調節劑 那他的症狀才得到緩解 所以不是只是痠而已 也要考慮到說 你蠕動的問題 所以這兩項要一起 一起來考慮 才能夠解決胃食道的問題 那剛剛立東講的那個吃到 喝到咖啡 咖啡也讓這個 是喔 咖啡鬆開一樣就跑上來 所以咖啡絕對不能喝太多 特別不能放糖 糖也是讓它鬆開 牛奶也讓它鬆開 更加重就對了 所以這邊還有三種食物 番茄 柑橘 巧克力 巧克力 這三個東西都也會讓 抗菌鬆開 那當然很多人說我不會 因為這個做研究的時候 就是我們發覺說 這幾類食物 確實會讓抗菌鬆開 可是有些人 他對這幾個食物感覺還好 所以說這樣講的話 其實蠻多食物或者飲品 會讓我們抗菌是放鬆的 你實際上講還蠻多的 對 吃甜 吃油 吃飽 吃塊 抽菸 喝酒 這些都會讓抗菌鬆開 所以就會餵食道 我講一下我個人的秘密 我如果吃太飽的時候 從胃用膩 逆上來跑到我口腔 逆流 所以我會再攪一攪 再吞回去 跟牛一樣的概念 牛 因為就是我吃東西吃太快 那你很容易犯太歲 我就沒有犯太歲 因為就是吃太快 東西要太大快 是不是 吃太快 有一些人這個擴約機 就是比較鬆 那你當然吃太飽 吃太快 你想想看 胃的壓力是不是很大 對 為了壓力很大 一衝就衝上來 是喔 所以萬一說 胃酸跑上來怎麼辦 好 第一個 你可以先 因為口水就是弱鹼性了 趕快吞下去 把那個酸再帶下去 那當然也喝一口水 也順便一起下去 會比較有幫忙 那不得已吃一下胃乳片 胃乳片 另外一個很特別 叫做海藻酸辣 這種也是一種綜合的 類似胃乳的東西 喝下去以後 會在傷口形成一個薄膜 剛好保護住 那這四個方法 是萬一不小心 你酸還是跑上來的 立刻可以緩解的 一些方式 你一定會答對 得一分 就說張一東來鬧的 來鬧來鬧 不是我回答 不是我回答 我是問的 好不好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覺得一定會有 Fengkan 有限參賽 微小鈴鐺 一定會有這個 只有他 贏 不動 敲 Met